从百年渔原路被搬上迎评说起,一条条老马路像一本本历史书。 除说剩下的渔原路,官方图上海有着不少能留住城市相愁,传承历史文脉的百年老路。 今年刚满百年的渔原路,已被拍成三级纪录片渔原路,巨西、陕西北路、武康路、多伦路、江宁路等八条老路,也已列入拍摄计划观众,将有幸通过迎评漫步街头阅读百年建筑追寻城市记忆,感悟文化积淀风云积荡故事多游东方卫视中心纪录片团队拍摄的纪录片渔原路。 分回流时刻呼吸,三级车也是上海第一条被完整的用纪录片形式,班上迎平的百年马路于原路东西横跨长宁,静安两区起先是上海倒台,为对付太平津的进攻于1860年修筑的军路。 1918年最终告成今年刚满百岁图说,徐锦将手绘于原路地图,官方图这是一条历史名人蕙翠,历史风云积荡的百年老路。 孙中山、陈独秀、瞿秋白、周温来等都在此留下过身影。 开国大典上的六位附属席中的三位民主人是宋庆龄、李继深、张兰都在此居住或活动过康有为、蔡元培、毛顿、林语堂等文化大家和艺术大师梅兰芳、傅雷、田汉、刘海素、李金辉、张爱玲等也都与原路有缘方行为、陈公伯、周佛海等汉奸,也在此留下了历史耻辱。 于原路上既有红色的足迹,也有民主运动的风云,既有惊心动魄的谍战,也走过许多文人默克的身影于原路上有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就指他曾是党中央早期的机关刊物,1928年4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编委罗易农被捕六天后,他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一布尔塞维克,登载了罗易农就一的消息。 于原路上的刘长盛故居是地下党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线作为中共上海的,下组之斗争是陈列管,对社会开放。 1949年3月一封绝密情报,从于原路捡的访送,出情报是国民党军长江江防兵力部署途,这对渡江战役起了重要作用程式。 进一步模糊上海有64条永不拓宽的老马路渔原路,只是其中之一像渔原路这样有历史,有文脉,有故事的马路,在上海还有不少。 如陕西北路、武康路、多伦路、江宁路、南昌路、复兴路等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图说设置组在工作中,官方图长约一公里的陕西北路上,有宋家老宅、马勒别墅、荣宗敬故居、怀恩堂和东宫馆、西摩别墅等21处文化建筑许多达官贵人、杨商富甲、名流学者、爱国志士曾拒绝于此,留下了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谈、蒋宋连因等历史记忆。 见证了中国近代的风云变幻,南昌路上坐落着孙中山、巴金、徐志摩、赵丹、傅雷等故居光说老于央立这条弄堂,其二号走来过毛泽东、陈独秀、于秀松、陈旺岛、维京斯基等人。 对门五号是中华革命党上海总机关部弄堂对面,是科学会堂杨振宁、李正道、苏不清、李国豪、叶书华等,均在此讲台前出现过。 纪录片《于原路》设置组花一年时间,调研和拍摄采访了上百位于原路居民和历史文化学者最终采用《沿层分布法》, 吉利图用简单、通晓的结构显为人知的故事,勾勒出多层文化焦点,海内摆穿了百年沧桑,复活了这条路上的城市记忆纪录片《于原路》将从二十一日晚起在艺术人文频道播出,新民晚报记者于亮新图说, 《于原路》的老实建筑群鸟看,资料图、杨建政、舍马尚平、拜老陆维师全国许多地方都在打造历史文化名镇上海郊区, 也有历史文化名镇如朱角角、封京、七宝、川沙、南翔等但这些水箱古镇大都显示的是江南文化的特征,体现上海大都市多元文化, 尤其是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上海中心城区的百年老路无疑更有特色。 纪录片《于原路》就证明了这一点,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陕西北路、武康路、多伦路等同样如此建筑, 是可越独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上海百年老路, 浓缩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风云,他们就像一个个窗口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 走过了众多风云人物,也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